爸爸回來的超級生氣 他們還說說 你不把它挖洞 我們還可能想辦法放過你 你把它挖個洞 就是你要自己賠錢 你知道我 對 我還要賠錢 我要自己處理 我要自己收你這個花錢 我就跟媽吵得很嚴重 因為就是說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我沒錢 我自己都要尊錢 然後他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一定要多要付 所以結果我也是輸了 你後來 我就要把我自己存的錢 我要買一個機車 自己很努力的 存了好久 好幾年 就是要買機車全部都花光了 來 蕭霞 我真的覺得 我是一個很爛的兒子 我覺得做的爭吵 就是我引發的 他進我房間的門 他都不會先敲門 他直接開門 我沒有鎖 我沒有鑰匙 那他一開門 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他也可以先敲門 然後我脾氣就上來 然後我又不想聽他講話 我一直打我的電動 然後他會問我 Zasha 你今天好嗎 你今天做什麼 唉唷 我就 唉唷 你很煩 我第一次這樣 神經病 你怎麼敢這樣子跟你媽講 杜利 如果你跟你媽說你很煩 你會怎麼樣 你會背怎麼樣 就這樣子 其實他都是丟鞋子 這樣子打我耶 還好 我還好被警告 我小時候看一個影集 我媽媽在旁邊睡覺 然後我看那個影集 那個女神上 有一個人叫她做一件事 她說 Why should I 就說為什麼要 然後我媽媽還說 你去我房間拿我那個枕頭 我說 Why should I 她說 你說什麼 我說 好好 走走走 馬上回來 至少她要先跟你講 連這個我都沒有 我都是鞋子 都是打我而已 我們的媽媽不玩耶 可是關於小孩子 在房間裡面 你以後會准你兒子鎖門嗎 不准 你看 不准 你要開明一點 他就可以 如果我女兒的話 我就會准他鎖門 但門要做透明 不至於一樣 我媽媽反對走演藝圈 反對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拍戲 然後她走這個圈子 那我媽媽覺得說演藝圈都是壞人 都是 都是長這樣的壞人 都是一關禽獸 母親姐 我媽媽也在看好不好 你們指我幹什麼 對不起 沒有 我是這樣 媽媽就是怕我學壞 然後被騙了 被梁和群騙 所以就 沒有這些 她就很反對 那時候我剛畢業 那我剛畢業 我媽媽為了要 打消我的這個念頭 因為我以前就是 八歲就立志要當演員 結果我媽媽為了打消念頭 就走 我帶你去算命 她說那個算命是很準 她就帶我去 她就說 那你聽聽看人家怎麼說 結果算命是說 你要走演藝圈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媽媽她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她就把我趕出去 她就 那時候是住在家裡面 經濟封鎖 她想說我把她把我趕出去了 我身上沒錢 我一定會哭著回家求她 然後就是放棄了這個念頭 結果沒有 我就一然而然就走了 真的就搬出去了 然後搬出去跟經濟人住 雖然她反對 但是她都有偷偷看我的節目 貼下父母心 對 那可以啊 對 那家有沒有很勵志 有 OK OK 播整集 有 有一次在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是跟我表弟 抱一個三人籃球賽 在外線要出去比賽這樣子 然後就是沒有跟 我媽知道 然後但是沒有跟我爸講 因為我爸的脾氣很糟 時常在罵的時候 我們鄰居什麼都聽得到 過後有一次 因為我家 我父母都是那個 就是政治人物 然後有一次他們可能出去開會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把我放在家裡 然後我就 我就說我要出去打球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 我就打電話給我媽說 我要出去跟朋友打球 然後她就說不行這樣 然後我就 她就說爸爸不讓我出門這樣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就很不爽 那什麼東西都要問過他 什麼都不給這樣 就是我就跑到火車站 上了火車 我不知道那個火車往哪一個方向 然後到了中途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那個火車是長途的 然後就可能到差不多凌晨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他來檢票 我才知道說那個火車是往新加坡的方向 然後當時嚇傻了 然後我身上沒有帶來護照 然後後來就到了那個柔佛 柔佛州的時候 我就早上白天 然後我手機就已經收到很多親戚朋友打來電話 簡訊 然後我都沒有接 然後到柔佛州我就打給 我就直接打給我堂姐說 我已經到柔佛了 然後她就真的嚇傻 她說自己一個人跑來這樣 那時候我大概是十 十三十二十二十三歲 對 其實我 因為我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所以其實我很難得真的去跟她大吵 一個週末是遊廚去玩 然後那時候也是有一個 就是叫一個潘佑來我家 然後是一個同學 然後我們在想說 這個週末我父母不在 我們可以做什麼壞事 然後就是因為車子就停 我父母的車子就停在那個車庫 就是我朋友說 我要不要出去玩一玩 然後我說我會開車 她說你不會啊 我說我會啊 怎麼樣 然後就是去證明說會開車 我們就把車子從那個車庫 要開出來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那麼多開車的經驗 我要到車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車庫是有一個柱子在那邊 然後就看那個就是說 完了 現在是 這個事情是到底要怎麼跟父母解釋 因為我媽就是 我知道我媽的個性 我們是有一個草原在那個後面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講 英文是那個Long Mower 就是去除草機 除草機 然後因為那個是停在車子的前面 我就有一個門可以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跟我媽說 沒有啊 我就是想要給你一個驚喜 我知道你要回家 我現在要把那個除草機 就是去除草 我才把車子拿出來 然後他就還了一個口氣 就是說 那個很貼心啊 可是你還是不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動車 那我接著就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在我背後就是說 你真的相信我說什麼話嗎 然後就把我的故事完全打爛了 然後我媽後來就跟我打草 就會被揍啊 我媽就很愛拿那個 就是放著那個母頭的棍子 就是去打 很痛耶 那個很痛 然後每次煮飯的時候 她都會罵我說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沒有辦法煮飯 因為棍子都被你打爛了 但是馬丁 你好像有被禁足得很嚴重是不是 有啊 有啊 就是其實是我 跟我弄壞地板的同一年 你的音好辛苦喔 大概14歲的時候嘛 然後就是 跨年 然後跨年我就是 因為14歲嘛 我就是說 我不要跟富博一起 我不要跟你們一起跨年 我現在要跟朋友們一起 一起去跟他們 然後就好吧 所以他們就去他們的局 然後我就是在家裡 偷偷弄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跨年Party在家裡 結果約了很多朋友 變成很亂很亂 全個家裡都亂七八糟 然後也感到好大聲 警察也來了 把所有的朋友們都閃了 然後因為還沒有到跨年 那我一個人在那邊在家裡 然後就在那邊自己一個人 在變大嫂 然後就 新年快樂 然後 然後隔天 隔天回來了 媽媽回來了 就多可憐吧 一個人 這是第一個跨年在一起那邊 都沒有人留下來幫你 沒有 警察來了 他們都閃了 跟螞蟻一樣 14歲他剛說 14歲 我跟你講 我17歲 我們一樣的狀況 大家被抓走了 你一定都不可憐了 我們都被警察抓走了 那你被禁足多久 因為這樣 後來就是罵爸媽回來了 因為我太多要打扇 還沒有打完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 然後還說 就是鄰居那些說 有警察來了 就被關了 然後就被關了一個多禮拜 一個多禮拜 因為剛好是那個書家 不是書家 那個叫什麼 就是冬天的那個 寒假 對 就是寒假 所以就完全不能出去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你大概那種時候 你不能出去 完全就被關在 你房間裡面都不能出去 連吃飯都送去你房間 都要一直去 好像坐牢一樣 他上去有說2046吃飯嗎 沒有啦 麵包跟水 好可憐喔 那一帆你也被禁足過嗎 我也是 其實我小的時候 暑假的時候 每年都去鄉下 跟阿公阿嬤住在一起 然後那邊我有幾個朋友 我們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有一次我們找到了一個房子 那邊沒有人住 就是空的一個房子 然後沒有窗戶沒有門 所以隨便可以進去 因為在俄羅斯東天很冷 所以鄉下的房子 都有一個地方可以做一個活 為了 壁爐 所以我們分開了兩組 我們四個朋友分開了兩個兩個一組 對 我們那個時候要比賽 誰的火比較大 因為那個時候很久沒有人住在那裡 所以那個好像有一條路 就是煙可以上去 它塞了 因為沒有人用很久 就是很久沒有人用它 那個煙囪 煙囪是塞住的 對 塞了 所以我們剛剛做火的時候 那個煙出來房間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吸那個煙 我們就離開了 然後彎著彎著就忘記了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以後 幾個小時以後 我們到底誰的火比較大 誰暈了 我們過去看看吧 然後我們過去以後 看到那個房子 快要起很大的一個火 對 然後很多人來那邊 也笑那個火 那個真的很誇張 那到底是誰的火比較大 這是重點嗎 我來講 那個火 我們去看 有些甚麼火 在這個火